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好好看 他的福音第十九章 接下来我们看到 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 希望耶稣为他祷告 门徒就责备这些人 说小朋友来乱的 不要来 但是耶稣的眼光 是耶稣为小朋友按手 并且说天国就是这样的人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一个少年的财主 来到耶稣的面前 而他问 我当做什么 才能得永生 他遵守了不杀人 不偷盗 不做假见证所有的事 那耶稣说 你要变卖所有的 还要来跟从我 而这个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门徒就问 那这样子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人不能 但是在神 凡事都能 我们要得永生吗 你我都没有办法 但是耶稣能够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勇敢的 因着耶稣的爱 撇下一切 而在复兴的时候 要得着百倍的祝福 这边有两个眼光 你的眼光 我的眼光是地上 还是天上呢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面对家庭 孩子 财富 让我们不用地上的眼光 让我们有天国的智慧眼光 做上好的选择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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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